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福奇社的变形机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81期 建议大家分享S86的垃圾星人当中的应该是第三个人物了 这个玩具的话我直接了当的说吧 其实如果你不是为了凑齐垃圾星人的话 它是一款完全可以跳过的玩具 首先的话它的人物造型 你可以看到这个一方 由于它的排气管是在内侧而不是在外侧 导致于说它的人物在一定程度的视觉上 它有一个内八字的感觉 虽然它是很笔直 但是它内部的这个造型造成了视觉上的这种错觉 再来它的一个轮胎放置在手臂上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其他两个partner脚上都是有多出尖刺 所以它们的尖刺也可以移到这个脚上 这个玩具的话 因为我回合的时候没有放好 导致于它歪掉 这个各位就直接无视它吧 再来就是所配置的武器来说 这两个朋友都是一个大风车的造型 而唯独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款三号垃圾星人 它是一把枪 所以说在乐趣度上 它是以一定程度上是被减少的非常的多的了 面雕的话依然是86大电影的人脸的一个感觉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张脸的了 手臂的平举 这个也是有一个过渡的二头肌 可以转动 手肘非常的紧 两手都是一样非常的紧 上了细油之后的话 各位看到上面有一些油量 才稍微比较好去转动 腰身也是可以转动 裙甲可以动 脚前后左右侧踢 支持力度还是相当的不错了 也是可以的 脚踝的话也是有一个接地 它的接地在这里 比较稍微奇葩一点点 来我们示范一下这一款垃圾星人的变形了 首先的话这个地方胸口把它给挑出来 它的结合卡钩是这两个部件 挑开之后的话 把两只胳膊的话先往两胸尽量扩开 这一片部件能够挑出来 这个部件也挑出来 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头这里缩起来 这里要记得 这个头待会是要切这个角度 推到这个角度为止 这个部件往上面推 我们要把头穿过这个洞 从这个地方给伸出来 但是它的操作其实并不容易 并不容易 而且推的时候请记得 我们是把它整个身体先给拉直 拉成这样的样子 拉平的情况下 这个白色的骨干是要往内推进去 往内推进去 大概是进去这样子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造型 再把头的话呢 注意这个两个尖角从这个地方给推出去 推上去的时候呢 就记得我刚刚有提过了 下巴的部分要把它给往上抬起来 这个时候往上顶上来 这个部分才会是一个比较平整的状态 然后呢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插槽 把它给稍微扣一下就行了 扣一下就好了啊 我们再来把胳膊的话呢 往下面放下来 放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记得这个排气管朝外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里转动一下这个二头肌 把拳头收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黄色的三个洞 它要扣进二头肌这个地方 有个孔 它这样转下来 到这边 然后呢把它给合上去啊 合上去 哎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胳膊就算OK了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先把这个排气管转到外侧 然后转到这边 简单的说呢 就是把这个尖刺朝外了啊 先大概到这里啊 先稍微合一下就行了 再来我们就可以把轮胎给放上去啊 轮胎的话呢 就直接从中间 这里把它给扣上去 两侧扣一下 上方这里也按一下 这里就稍微的去 做一下微调 先把它给调整好 好的 这个车子的前半部呢 就怎么样完成了啊 到这边 那后半部的变形是比较简单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刚刚提过了 它这个排气管在脚的那侧 我们就是把它外面那时候转一个角度 转到这边 然后整个打平到这里 然后呢 膝盖的话呢 就是可以正常的这样翻折 那这里的脚掌往里面翻进去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个黄色的凸 它扣进去里面有个咖啡色的洞 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 到这边 那两腿的中间的话呢 可以把轮胎先装上去 轮胎装上去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把它往前面给扣上来 这里 有个凸跟那的结合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要稍微用一点力气才能扣得准 也必须要考虑到说 你前面的这个胳膊手臂啊 跟前方的结合 有没有到一个定位 如果扣得好的话呢 就是一下子就可以顺利的把它给扣进去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要稍微反复调整一下 而我个人的感觉吧 由于它造型的关系呢 其实手都会滑 就是很容易就滑到别的地方去啊 所以这个地方 你要扣进去的话呢 我觉得吧 还是需要靠一点点的运气啊 这里 把它给卡进去 而且两腿通电有个地方要结合 它这样子扣上去 好 那这个最后的话 就是把这个枪 就扣来侧边 那这一款 垃圾星人的一个变形的话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不过这有些地方 还是要稍微做个调整啊 它的载具形态的话呢 是一台重机 那跟其他两位成员的造型差不多啊 轮胎的话呢 因为是带尖刺啊 所以这个推起来是绝对是很奇怪的啊 那没有一个侧边的支架啊 就靠侧边的这个尖刺来做一个支撑了 它的这个地方 仪表板有做出来 那有两根这个垃圾星人的一个尖刺啊 这个握柄的话呢 上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其他没有多余的可动啊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造型还是比较空洞啊 这个什么 和绘是给你拍这样子啊 你看不到这个侧边有什么死角 但是如果你要扣到 如果你要把这个头型的话 你要扣得好看的话呢 其实真的是需要练习一下了啊 那载剧就这样子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说 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就是了啊 那么成员我说的啊 就是如果说你 如果你不是为了凑齐垃圾星人的话呢 其实这款玩具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把它pass掉 特别是如果你已经收到 其他前面两个任何一个垃圾星人的话 这个的 今天的这个三号的话呢 你真的是可以完全的这个 跳过的了啊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